那个其实就是比较阳光 阳气 开朗 其实就比较大方得体 有点就是感觉到比较凶 比较忧郁的那种感觉 你喜欢开朗阳光的女孩子 对大方得体的 其实比较好的 好 算什么要爱啊 其实 开始 你最大的优点是 性格开朗 对 缺点呢 是啰嗦 然后几次恋爱 两次 工作之外最大的爱好是 商务留 就在乎谁对你的看法 朋友 你觉得男人一生 必须拥有的一件物品 是什么呢 手表 你身上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鞋子 你经常买名牌吗 买箱水 最喜欢什么车 黄石杰 觉得自己是哪一款车 黄石杰 好 我刚才发现你的回答 让我觉得 你是不是赚的不少啊 一般班 不赚很多 一般班是多少钱一个月 二十万呢 二十万左右吧 二十万一个月 好 陈老师 他刚才说 最爱的车是宝石杰 他是一个非常有品味的男人 跟他结婚呢 你要小心呢 他可能 事业的老婆更重要 对自己要求很高 对他们要求更高 家里人知道你吗 今天要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找另一半吗 他们知道 知道 支持你吗 嗯 他们 一般嘛 不支持 反正也不反对 像你刚才描述的这个状况 我可以想象到 任何一个父母 对于一个一个月 能够赚二十到三十万的儿子 一定是非常骄傲的 是这样吗 那也不是 那也不是 因为我的家里面的人呢 喜欢就是学识比较多 因为我家里面的亲戚都是 做事 然后在海外 呃 进居 好 好的 在这番好长的解释之后 十八位女生 请选择 我现在很看好你 谢谢 我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没有一个女生选择灭灯 八号 李文俊 一个月能赚二十到三十万的男人 吸引你吗 吸引 很吸引 你只是因为这点被他吸引吗 啊 那不是 我觉得他 语言坛图 就是很大方 我蛮喜欢的 再加上有着二十万到三十万一个月 是的 是的 好 女生对你都充满了期待 都想进一步的了解你 其实这是我们节目 开播以来到目前为止 两分之后 成绩最好的一位男生 爱情剪唱机 你将货得有史以来最长的助跑距离 整整十八格 请准备 十环境 爱情剪唱机挑战开始 这个发挥意外谋生 可能想象的是十八格的助跑距离 有人两个助跑距离一段过来 可能是 放风了吧 过学的系统 而且这么长的助跑距离 怎么可能过不去 可能是这样 为什么跳这首歌 做你的最爱情歌 当时就是在国外留学嘛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歌 跟朋友一起玩的时候 或者是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大家就选一个英文的好了 大家都能够明白意思 就比较好 刚才说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一段感情 对 在留学的时候 对 基本上两段感情都是在读大学的时候 你在哪里读的大学 泰国曼谷 好 告诉你一下 虽然你落水了 但是你依然可以获得一个国内海化妆品 提供的海洋水动力 早晚水品 另外我希望再次给你加油打气 为什么 因为稍后我们会有一个环节 叫做男生有话说 如果到这个环节之前 厂上的十八位女生 有十五盏灯以上 是为你亮着的话 并且你最终 和其中一位女生约会你最终 你将获得由博莱雅化妆品提供的 赛班岛双人双飞五日游 你赴我 做这个节目到目前为止 看到最有希望 去冲击这个大学的大学 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发挥 好的 谢谢 好 听完 他选的自爱情歌之后 女生们 请选择 同样花艺品提供以下一年 来自广地博山 将是背景音乐的诗华心 一级创下栏目女生 亮丰记录 十八位女生能够支持到最后 让她带走 再翻到五日游大厢 广告之后 新海 直播 女生们 请选择 灭了翻展 先问一下一号 诗航 你的理由是 我觉得他把他和他以前女朋友的 就是共同欣赏过的曲目 拿过来给我们听 我就觉得特别不靠谱 觉得心里特别的难受 不止的话 所以我灭了 而且我觉得我过来 我是来找男朋友 不是来找爸爸 他看起来有点老 首先我想说一下 这个歌不是我跟我女朋友听的 因为呢 就是比较喜欢听英文歌 所以说就选一首 大家就比较熟悉的歌来 放给大家听一下 九号在想 我觉得他气质很儒雅 然后弹符说两台都蛮不错的 让你动心了吗 一点点 聊一点点动心 这是爱的开始 现在就把国意的笑容从嘴角抹去 因为你还要面对很严酷的讨厌 野马男主角来看看你的VCR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斯华斌 我从事对外贸易公司的规模 就是说一个进出的公司 是跟我的朋友一起合股办的 大概一年的产值大概有1000万左右 在城市还有一部车 我不喜欢那个特别 像现在流行的话说特别潮的 最好希望我这个女孩不要戴影镜 我喜欢性感的可以 但是不要去特别特别太暴露了 为了性感和追逐性感 就不喜欢 最好是性感是由内发自外的那种性感 自己也比较有孝心 父母是一位 然后就是朋友 然后第二个就是 第三个爸爸 对 女孩子觉得比较大的 这个人这个人比较不敬 不敬的人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因为经常要想或者开发一些新的样品 不需要去其他的国家 斯华斌是一个很值得交往的人 作为朋友来说 但是作为男女朋友我就不太清楚 缺点方面呢 我觉得他就是 他喜欢四处去发现新的东西 或者是说大家一起玩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觉得 我突然间发现一个东西比较好 可能就是思索那样东西 可能他觉得 冷却要看他 好 下之后 谁要什么疑问 二号莉莉 你会不会因为工作的关系 而忽略女朋友 或者 比如说你今天跟他约好 在电影院门口走 你正在研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而忘了时间 不会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走实的人 如果我有事 我会提前通知 我不会把一个人给 放在那里 把他忘记掉 只会找到 不会晚到 三号 我们的网红 我其实蛮喜欢用相比的男生的 我觉得这样的男生 蛮有品味的 然后 你之前有 介绍过 说是有谈过恋爱 我想问一下 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分手的 想问哪一次啊 有两次 两次 我都想知道 第一次那个时候 就是自己就是比较年轻 就是比较幼稚 然后女朋友就觉得 在一起可能 非常没有什么安全奖吧 这样子 然后第二次就是因为 他是个混血的 爸爸是英国人 他希望他读完大学以后呢 是继续到英国去读书 然后呢 因为我想自己创一份事业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过去 跟他一起 争造 所以说就 放弃掉了 这样子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你那时候可能并不是那么安全女朋友 你可能是为了事业 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去放弃她了呢 因为爱也是要有一点物质基础的 如果什么没有 有情喝水宝是比较困难的 这样子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 玉璇 我想问一下 亲情 爱情 友情 三个选择的话 你会怎么排序呢 亲情第一位 然后 友情 然后 剩下的就是 爱情 为什么把爱情放在最后 因为你不觉得你的另一半是你一辈子在一起的人吗 因为我现在对于 现在的女孩子 有一 感到有点点没有 安全感 所以说我觉得 亲情是隔不断的 是永远的 然后友情也可以永远 所以说我把它放在最后一位 嘉文 你是一个不愿意入腹的人吗 因为刚才我看人家 感觉你穿着不是很讲究 穿着随便 不等于穿着没有品位 那你会介意 你以后的女朋友是个时尚达人吗 可以时尚 但是不能太 就是 太潮的 太爆了那样子 很奇怪 你为什么不喜欢潮的女生呢 但是你喜欢土土的女孩子吗 没有说土 喜欢大方得体 气质比较好 因为有时候要经常见一些客人